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要懂得抓住幸福的源头 上帝是万福的源头 而祂将祂的能力同在 充满在祂的教会当中 所以教会是什么呢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在分享之前 我们进入到一个小小分享的时光 就是你可以跟你旁边两三位的人 彼此来分享 就是你可以分享你以往对于教会的印象是什么 以及你参加幸福小组之后 你觉得跟原先的想象有什么不一样 你现在可以跟你旁边两三位一起分享哟 当大家的分享完之后 是不是对于教会的印象会有一些不同呢 那到底教会是什么 会不会有人觉得是像这个样子 好像看到一排排的长木椅 觉得教会要很拘谨地坐在那里 或者是你看到像这个样子 感觉非常现代化 好像在办演唱会一样 事实上其实教会的意义 远远超过这些外在的设备和建筑物 所以到底教会是什么 教会就是上帝在这世界上的家 好不好 跟你旁边说 教会是上帝在这世界上的家 教会是上帝在这世界上的家 上帝虽然肉眼看不见 而他把他的丰盛能力 同在跟恩典充满在他的教会当中 所以教会是一个向人展现 属天的丰盛 并且让人可以亲身经历 上帝能力和恩典的群体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让子回家的生命故事 他过往 你看他的照片 他混过黑道 曾经是刺诈的风云人物 而他走进了教会 经历了上帝很奇妙的改变 我们先来看看 他的生命故事 在刚刚看完 献辉弟兄的生命故事 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浪子 他回到神的家中 经历了上帝的改变 好像上帝把他的丰盛 他的能力改变了他 使他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不断地成长 其实这也是教会 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也就像这段圣经所讲到的 上帝不希望我们像一个外人 或像一个客旅 好像在这个世上 是孤苦无依地活着 他很希望我们是 回到他的家中 让我们也可以经历到 他的丰盛跟信实 好不好 我邀请你们 一起大声地来念这段经文 请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是的 上帝不希望我们成为外人跟客旅 他希望你回到他的家中 所以归属在教会的生活 很重要哦 有句话说 选择对了就有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在神的家中 有真理和榜样 可以扶持我们成长 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的 信主前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破碎的成长经验 或不好的习性等等 而我们就需要 透过聚会的讲台分享 成长的课程 来帮助我们建立 属神全新的价值观 比如说 我们如何在婚姻 亲子 或其他人际关系 成为一个谦卑 给予爱的人 或者是 我们要怎么样看待 金钱的管理 或者如何胜过恶习 重塑性格等等 这都需要真理来帮助我们成长 刚刚的影片 献辉弟兄 他受洗后 经过教会真理的教导 而也改变了他许多的价值观 而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可以效法那些 在关系性格上 有美好见证的基督徒 他们的见证跟榜样 可以激励我们成长 除此之外 生命的成长 其实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环境 所以教会的小组生活 就是帮助人改变最好的环境 因为在小组里面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需要面对 自己的一些生命问题 比如说 有人容易没有爱心和耐心 比如说 有人比较容易自卑或骄傲 而当我们彼此 密切像家人一样的生活 我们可能会发生 一些碰撞或冲突 而正因如此 我们才会知道 自己的本相和不足的地方 然后我们谦卑的来寻求 上帝的帮助跟百变 而上帝会把他的爱 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可以透过他的爱 来跟人修复关系 再次有和睦的连结 所以我在这边 我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 大家有没有看过 加州有名的红山树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植物 它最高有可以达90公尺 像是有30层楼这么高 你看它可以大到 让车子可以经过 而红山它可以长得这么高 它的根是浅根还是深的根呢 我们竟然发现它是浅根的植物 那浅根那可能遇到狂风暴雨 可能应该会把它吹倒吧 但它却仍然可以稳落泰山 那它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它是一个成群结队 彼此紧密相连的形成一个根网 所以它不容易碰到狂风暴雨 能把它当中吹倒 而它长得特别高大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 浅根可以很方便 快速大量的来吸收养分 我举这个比喻是想要分享给大家 教会的生活也就像如此 就是我们的关系是很彼此紧密连结 所以当挑战来了 苦难来了 我们有彼此的扶持跟支撑 所以当碰到困难跟挑战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被吸倒 这就是我们参加归属在教会生活 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地方 那我接着想要来邀请几位来分享 就是我们想请他们来分享 他是如何在教会中经历上帝的恩典 来帮助他成长跟改变 不知大家在听完刚刚的分享 其实你会发现 生命的转变它需要时间 上帝赐给我们 有了一个尊贵像王子公主的身份 可是不代表我们的习性 能一下子就完全改变 比如说刚刚影片中的献辉弟兄 过去他是个看重利益 效率跟诠释的人 他也是在教会的生活 课程当中逐渐被上帝改变 真正成为了一位新造的人 他的朋友还开玩笑说 要发好人卡给他 所以我们是需要在神的家中 好好地来生活 比如来学习神的家规 比如来学习神儿女当有的生命品质 练习用上帝的爱来彼此对待 所以当我们谦卑自己 这样子愿意地来学习 过教会生活的时候 上帝也引领我们的生命 会带来逐渐的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 也会像献辉弟兄那样 会很惊喜地发现 自己在教会生活当中 带来给自己的改变 而周围的人 也会因我们的改变 享受到好处 并且看见上帝的能力 是何等的伟大 那归属教会的生活 另外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明白 上帝对我们人生的目的跟计划 我找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骆驼的故事 它出于一个小骆驼的困惑 小骆驼说 爸爸啊爸爸 为什么我的睫毛那么长呢 爸爸说 因为要阻挡沙漠的沙子啊 那他又问 那我们的脚底 为什么要长肉垫呢 爸爸说 这样比较容易横渡沙漠啊 而他又困惑 他又问爸爸说 爸爸为什么我会有驼风呢 而爸爸说 这是为了在沙漠桌 储存营养和水分啊 那他就最后就说了 爸爸 那我们现在在动物园干嘛 爸爸就三条线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我想透过这个故事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生命中也有许多的潜能 可惜的是 但是我往往看到很多人他只是单纯的生存者 好像没有发挥出来上帝赋予给他生命的潜力 好像也没有活出那个生存的意义跟目的 所以往往可惜的就是 他们过了这一生 是有吃有喝 到死为止的人生 所以有人说 哪里的宝藏是最丰富的 哇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是在坟墓里 因为许许多多的人 好像他们的人生 百分之九十多的潜力 未被开发出来 所以我想鼓励大家 你加入教会的生活 可以帮助你发挥潜能 而且可以让你找到 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曾经在幸福小组 我们介绍过尼克 尼克也因着他认识上帝 他归属在教会的生活 他找到了他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就是他不会再觉得 他好像自己没手没脚 他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 而是他在上帝那里 找到了上帝赋予给他的 潜力跟价值 所以他的生命 不但经历了幸福 还使许多人可以得福 我相信大家 已经在这几周当中 听过了许许多多 奇妙的生命故事 可能你自己 也在祷告当中 经历了发现 上帝带来给你的帮助 或者是你每每收到了礼物 以及经文卡 你会体会到 上帝正在引导你 正在安慰你 正在对你说话 然而好像你的心中 还想要更多的确定感 那我想鼓励大家 就是你不要路过听过 却没有踏进来 我做个比喻 就好像朋友 他介绍了一间美食餐厅给你 传给你美食的照片 而你也打听 那间餐厅的美食 真的非常美味 可是你一直没有踏进来 而没有踏进来 那一切只是停留在 听闻跟想象的阶段 那是无法真正品尝到 名不虚传的美妙滋味 上帝的恩典也是这样 是丰富到让你无法想象的 就怕的是 我们不进家门来拿而已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我想欢迎你回家 我想欢迎你回到神的家 不要再做外人跟客 因为回到神的家中 有神丰富的恩典 和上帝的爱 以及许多 一起会陪你成长的伙伴 你可以在神的家中 来经历改变 重拾幸福 所以我想再邀请你 大声的来念这段经文 好吗 我们一起请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欢迎你回家 这是我今天 想跟你做的一个 慎重的邀请 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你在教会的生活 你会经历上帝带给你的祝福和改变 同时 我也想在这个时候 分享给你 就是你曾在幸福小组的时光里面 你跟着大家一同度过了这美好的时光 所以在这个时刻 我想送给你一个 纪念着我们一同度过这美好时光的礼物 而我也想邀请你成为主里的一家人 这期的幸福小组 要告一段落了 我也很期待大家 你能今天做出一个 成为上帝儿女的重要决定 这是我们想送给大家 最大的祝福 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 开始与耶稣同行 迈向那丰盛之旅 我想邀请你接受洗礼 成为主里的一家人 就像是刚刚我们所分享的 你到了一个美味的餐厅 你一定要进去 你才会真正的品尝到 名不虚传的美妙滋味 那如果你觉得你还需要有点时间来思考 而我也想鼓励邀请你 依然持续参与在我们的聚会当中 你可以尽情的观察你在的小组 你也会更多的来认识上帝 愿神的祝福大大充满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当中 最后我想带大家做一个祷告 邀请你在教会中继续成长 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右手按在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爱我 赐给我医治和平安 我承认我是个有限的罪人 需要耶稣十架的恩典 我愿在神的家中 继续长大成熟 求你帮助我 使我与人与神都建立亲密的关系 成为一位拥有爱并分享爱的人 奉耶稣的圣名 我们一起说阿们 我们在最后分享跟带导的时间 你在今天你听到幸福的教会 你认识到教会是什么 你从信息当中你有什么收获呢 你期待让教会来更多发展你的潜力吗 你想要继续来到教会的生活 持续的幸福下去吗 你愿意把好消息来分享给更多人吗 我想期待邀请你 加入教会的生活 我 我 感谢观看